被视为是今年奥运会前测试赛的超级750系列法国语球公开赛 即将在3月5号开打 五国球后戴姿颖还有寻求奥运参赛积分的男双王麒麟才刚刚抵达选手的饭店 却在IG发了限动 原来选手饭店出现了窃贼 而被小偷打开房门的房间 原本就是戴姿颖要住的房间 让小戴心晶晶 选手们彼此互相告诫 房门外一定要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 进了房间也一定要锁门 门内也要找东西来顶住 以免在睡梦中就遭到窃贼的侵入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